《格林多前书》 大家平安 欢迎大家来收看《格林多前书》 我是黄雅各 我们今天先来看《格林多前书》的导论 《格林多前书》的话 主要是保罗写给《格林多教会》的书信 《格林多》这个城市 它是位在希腊半岛的南部 这个半岛的话是连接正好 希腊的南北两个地方 东西面都有两个出港口 所以它可以是连接地中海 另外一边是连接在属于好像黑海那一带 现在的俄罗斯那一带的 所以它是一个希腊中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道 当时候的话船只为了要避免在希腊南部的一些的大风浪 所以它们都会使用《格林多》它旁边的这个地甲 这个是很方便的 作为它是进入欧洲跟亚洲的一个 两大的贸易地区的一个中心 所以那当然这也是它们当时候的一个很方便的一个商业的行为 《格林多》这个城市的话大约有70万的人口 其中的话大部分都是奴隶 当时罗马帝国有奴隶的这个制度 大概三分之二所谓的奴隶 所以再算起来的话大概差不多40万的人是奴隶 那它是一个罗马的一个军队的一个驻军的一个城市 所以有罗马的军队在那边 但是被非常的希腊化 所以希腊文希腊语言是在当时候的一个很普通的一个话 就好像我们现在所讲的华语 是我们整个华人世界很普通的一个语言 那《格林多》的话是亚盖亚的一个省的省会 它不论在文化艺术还有经济方面的话都非常的发达 当时候的商业行为也是非常的繁荣 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城市 它是一个在罗马帝国来讲的话 算是一个第四的一个大城 人民的生活所得非常高 所以相对的生活也非常的奢华 但是呢就好像道德方面也就跟着就去败坏了 格林多教会的人也受到他们这个城市的这些的败坏的影响 所以才会造成保罗在格林多书信当中 在指责他们一些道德上面的败坏 好 那我们再来看格林多城最显明的一个地标 就是他在他城市的后方 有一个雅各哥林的这一个山 这个山的话大概差不多有1881英尺这个高度 所以大概的话是一个蛮高的一个山 大概差不多五六百公尺的高 那这个山上面有一个堡垒 可以远去眺望它附近的海洋的海口 所以也可以控制一些的来往的山船和贸易的船队 他们的一些的行动 但是这个山上面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女神庙 这个是亚弗罗底特的这个女神庙 当时候盛幻的时候这个庙上面有大概一千多个庙祭 那亚弗罗底特的话 女神是美丽跟一个爱情的一个象征的 在罗马的话它的名字叫做Venas 在希腊就叫做亚弗罗底神 所以这是当时候的哥林多城有这样子的 庙祭非常的多非常有名 所以因此也带来了一些的观光客游客 也因此也就有一些的很不好的一些的生活上面的淫乱的行为 所以古时候有一句话在当时候他们也很流行 我们活着的人要活着像哥林多人意思就是写明 在哥林多的人的生活是非常的奢侈 非常的淫华的 所以这也就说明当时候这些人们对一些哥林多城这个向往的行情是这样子 好我们现在再来看哥林多这个前书的作者 当然顾名思义的话 我们可以在哥林多书信的经文当中就告诉我们 这是保罗所写的哥林多的书信 因为在他的序言当中第一章的话就已经非常看得清楚了 这个作者就是史图保罗 那哥林多教会的话是史图保罗他在第二次的旅游步道的当中 他所建立的这个教会 所以这本书的话在早期的初代教会的当时 这些教父们就一致的肯定这卷书就是史图保罗所写的 所以的话保罗他也跟他里面一些有俗名的人问候 像索提尼按照《史图行传》18章17节那边所记载的 索提尼的话原来是哥林多城的一个犹太管会堂里面的一个管会堂的人 后来信主了跟随保罗一起去四处的传道 这个索提尼他也是跟着保罗到以弗所去探望保罗的 所以保罗一起跟他署名这封信件 在罗马的哥林勉的时代 他在主后95年的时候 他曾经举出来了一个例子说 拿起圣保罗的信 他写给你们的那些关于福音的事 但是说实话他责备你们是因他的名及法 亚波罗的而分担的 所以这个的话是早期的教父哥林勉他所写的 这在哥林勉的一书47章1到3节 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些的信件 还有伊格纳丘他也是他也曾经讲过了 他也非常的认同哥林多书信就是保罗所写的 他常常谈起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当中的事 所以这两个教父也可以让我们佐证哥林多前书的作者 就是使徒保罗 保罗刚才前面讲过 大概是在公元后50年的时候 第二次旅游步道的时候 建立了哥林多教会 那个时候的话 与罗马来的一些的犹太的一些的夫妇 亚据拉百据拉 他们一起在那边传福音 这个在使徒群传18章的经文当中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他在这个地方逗留了大概一年半的时间以后才离开的 然后回到以弗所去 然后再回到耶路撒冷 答应了在以后还会再回到哥林多 这是我们在使徒群传18章18节可以看得到的 当时候的亚据拉百据拉也在 跟保罗在一起在以弗所 所以的话 以弗所是当时候的一个地中海的一个不道中心 当然也是保罗所建立的 那保罗在到以弗所的时候 大概是公元的62年的时候 在那边也逗留的大概正好从罗马出监狱的时候 第一次出监狱 在那边逗留的大概差不多三个月的时间 相信这个书信大概就是在那个时候写成的 所以一般我们来讲 哥林多前书成书的时间 大概就是在差不多52年之间 哥林多前书 所以的话 哥林多前书的16章18节 最后保罗他问候的一些信 他曾经讲过 但我仍旧要住在以弗所 直到五行节 所以可见得保罗 应该是在以弗所城所写的这一封书信 接下来他又在说 亚西亚的众教会问你们安 亚军拉百基拉问你们安 这些是问候语 可见的亚军拉百基拉是跟他在一起的 那以弗所的话是亚西亚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城市 保罗他是代表的 亚西亚的众教会向哥林多问安 也说明了他当时候在以弗所 所以因此的话 这个写作的时间大概就是这个时间 好我们再来看他写作的目的 他是在责备 那当然也有教导哥林多教会 你们要怎么样去解决他们的问题 保罗他有责备 他有指证哥林多教会所引起的一些的知识 解答 还有纷乱 以及道德社会 还有属灵的问题 所以基本上的话 在哥林多前书的一到第六章 就是在讲的这一些方面的问题 那后半段的话 七到十六章的话 他就是回到了教会里面 有关一些教会里面的问题 比如说像一些自由 敬拜 属灵的恩赐 当如何的应用 还有最后面十五章 讲到了这些有关复活的问题 这个是在他的哥林多前书的后半段 他是讲到这些的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 从这样子的一个书信当中 看到了保罗 他在写哥林多的书信的目的 那也就是要教导哥林多教会 他责备他们 碰到了这些问题的以后 你们要怎么样去做 然后另外一方面也告诉他们 你问题产生了以后 我们要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 就好像我们现今教会一样 没有一个教会 是完美毫无想要吃的 我经常在一些在教导的过程当中 我也跟我们的学生 跟我们的会众在教导 有些人想要找一个教会 是完美无想要吃的教会 他才能够去那个教会聚会 那我告诉他 这个全世界都找不出来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教会 除非是以后到天上去了 那么天堂的敬拜 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完美无瑕疵的敬拜 因为为什么 因为有人的地方就有人的问题 有人的地方就有人的气味 所以的话你要找到这个教会的话 是找不到的 或许很可能也因着你来到这个教会 这个教会会变得更加有问题了 所以我在教导的时候 同学们都有一些的感同身受 所以保罗在写哥林多书信的目的就是在教导 特别是在前书当中 因为哥林多信徒 他们在当时候的教会受到了社会的影响 我们刚才前面也讲过了 哥林多这个城市非常的繁荣富裕的 但是相对的也带出来了道德的败坏 那这样子的人进入到教会当中 他的灵命还没有更新的时候 也就会影响到他的在服侍的这些方面 也会把这些社会的问题带进来 所以这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 就讲到这些 所以这个哥林多书信 有的牧者在那边讲说 他是一个教会的问题的一个书信 相对的他也是一个如何解决问题教会的一个书信 所以这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 这是在我们教会的服侍 教会的生活当中 我们很重要的一个书信 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的大纲 他的问题前面一看开始有问候语 然后保罗从一些的报告 格莱斯的家里面知道一些哥林多教会的问题 然后这些问题就解答 纷争淫乱啊 嫁娶啊 这些拜偶像的 这些还有这些的崇拜了 是混乱的崇拜 属于恩赐 以及复活的这些问题 那最后的话 16章 他那边是讲了一些的 问候语 以及他的结论的部分 所以一直以来我们无法知道 保罗跟哥林多的教会的关系是怎么样 有说他是曾经写过了许多的书信 但是我们大概可以从其他的书信当中 我们可以知道保罗 他是在第二次旅游步道的时候 他是第一次到哥林多教会 这在史诸形象18章 大概一年半的时间 在那边认识了百居拉跟雅居拉 跟他一起同工 所以他在那边 后来提摩泰也来了 因此也保罗在哥林多那边写了 《帖上龙家前书》 之后又写了《后书》 当然还有到会谈的外邦人当中 提多尤士的家中开了布道所 这个也是 这保罗是跟哥林多教会的创办人 那哥林多前书到底是 中间是否还有其他的书信呢 我们不知道是否有这样子的一个书信 人家讲说哥林多前书之前 还有一个书信吗 但是我们只能从经文当中可以猜得出来 我们相信的话 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这些书信之中 当然还有其他的书信 不是我们现今只有的这前后这两卷书 当然还有其他书信 但是哥林多教会的人 却误解了保罗的意思 保罗跟他们讲 你们不要与淫乱的人相交 他们误解了 就是好像不能跟他来晚了 这是不对的 好像这个人要与世隔绝的 这是不对的 所以这保罗在告诉哥林多的基督徒 格莱斯家的人从他一边 他得知到有这样子的一个纷争 后来也有斯利法、斯图拿都、雅嘎亚等代表团 从哥林多来到耶佛索来探望保罗 再加上前面的一些的他们对于保罗的误会 所以保罗才写下来这些哥林多前书 来告诉他们 也请他们带回去 那保罗第二次探访哥林多教会的时候的话 我们也不能够肯定 只是从经文当中可以看得出来 从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十四节 跟十三章的一到二节 我们可以推断出来 保罗在第三次的旅行步道的时候 他可能去了哥林多教会 那保罗也曾经在以佛索 在第三次旅行步道的时候 待了三年之久 所以以佛索与哥林多之间 常有一些床子的来晚 以上的两简书、哥林多前前书 是有一些的争论 但大部分的学者专家都还是认为 都是在以佛索所写的 再来一些的 我们要讨论一些问题 是一些痛苦的书信 有人讲 哥林多前书是痛苦的书信 从痛苦的探访当中 我们可以从保罗写信回去 在哥林多后书 这是一封心里很难过的书信 他多次的流泪、祷告 所以有的圣经学者认为 哥林多前书是一封痛苦的书信 那么你要上次讲也是的 哥林多后书 这卷书是从马其顿那边写来的 从哥林多后书的第二章十三节 可以看得出来 当时保罗在五旬节 大概前后的时间 要离开以弗所 在特罗亚逗留一段时间之后 他前往马其顿的 后来就是提多把消息 带到保罗面前来 所以保罗在这个时候 写了哥林多后书 所以大概的时间点 是大概组后五十七年 他比前书要慢个 大概一两年时间了 保罗写了哥林多后书之后的话 就缓和了前书 那样子的痛苦的书信 这样的感觉 所以然后他叫提多 还有两位弟兄一起去回到哥林多 然后把一些事情要办完 那至于保罗第三次 探访哥林多教会的话 就是保罗回到耶路撒冷之前 他曾经再去一趟哥林多教会 就过了一个冬天 目的是要把哥林多信徒捐款的钱 带回耶路撒冷 因为那个时候耶路撒冷教会 有一些的饥荒 所以在各个地方有 有这样子的一个捐款 所以保罗第三次去哥林多 教会的时候 就是把他们的信徒的捐款 带回去 好 以上我们就是简单做一个 哥林多书信的一个简单的一个简介 那么我们今天的课程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